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3月22号星期二 我们继续来扯淡菲律宾的事 昨天晚上,这个茶几店经营到晚上7月半了吧 销售额呢还是零,我挺焦急的,为什么呢 眼看着自K以来,这个销售额零的这个记录又要提升一天到14天了 店呢开了不到四个月,销售额为零的已经有13天了 再有一天就第14天了,我挺焦急的 所以呢就趴在这个柜台啊,这个眼睛使劲的往外看啊,寻找客人 说实话啊,眼睛我估计啊,都快瞪出眼眶子了 为什么呢,我老得拿手啊,按着眼珠子,别人吊出来 哎,就在这个时候呢,突然啊,来了一摩托车 上面呢,一男一女,俩菲律宾人,一看就是两口子啊,停在我店门口啊 我当时啊,心里就有点小激动,手足无措,为什么呢 哎呀,这终于可以慢一点了 然后我别表现的太,对吧,太夸张,或者把人吓跑了啊 当时我是这个心理 结果这俩人下车以后呢,真他妈孙子 车停在我的店门口,然后去旁边甜品店买东西 啊,这女的买的叫撒宾撒宾啊 就撒宾撒宾是什么呢,就是非常类似于年糕的一种玩意儿啊 就是年了葫芦的 呃,菲律宾人吧,比较喜欢吃 啊,比较喜欢吃,就乌壁口味啊,一般是三种口味放一起吧 啊,喝老甜的也是 哎,正在这女的买的时候啊,这个男的呢,就学不到我这儿了 啊,一看就是他们家女的长事儿呗,对吧 就是财权在女的这儿,他就学不到我这儿了 行不着,以后看了半天我这儿 看了看门头,发现我没有门头 非常的遗憾,因为一直没有挣钱 所以一直也没有钱去装一个门头 所以大家买东西呢,只能直接看我的展柜啊 直接看我的展柜,所以他也这么干的啊 看完展柜以后就看看我 估计看出来啊,我不是费宾人 然后呢,他大概思考了几秒钟吧 从他的神态上啊 然后他就跟他媳妇呢,去讲去了 我稍微是能听懂一点这个维塞亚的 大概意思就是说 呃,他想吃我们家的炸鸡 然后能不能买一块 然后他媳妇呢,过来看了一眼 然后呢,就哔啦哔啦的 反正口气吧,非常的不客气的 骂了他一顿 我估计啊,可能就是觉得 都已经给你买这个了 你还买那个干嘛呀,对吧 跟训小孩似的 我看这男的就有点挺委屈的 因为这东西我的炸鸡确实不贵 一块才29,他买一块 你说能有什么,对吧 然后这个男的吧 然后呢,就继续等他媳妇啊 那买这个甜品 交钱找零 啊,核算这个零钱什么的 然后但是他呢,还是不太死心 然后看我有卖 看我啊,这边有卖这个鸡脖子 然后就跟他媳妇又说我卖鸡脖子 但是这次啊,他可没拿维塞亚 拿的是英语 我猜想啊 他有可能啊,是想让我听懂 然后呢,我是不是能给他来个助攻 然后他就能买 然后呢,他跟他媳妇说完以后吧 估计当时他媳妇因为正在这个算这个找零嘛 没反过来啊,就可能坑了一声 哎,他就逮着机会了 过来啊,赶紧把我炸的那个剩下,就剩下两个鸡脖子嘛 都要走了,我就给他了 给完他以后呢,我就等他给我钱 结果发现呢 这爷们日子真惨 20p都掏不出来 20p都掏不出来 然后呢,他呢,就看上他媳妇 他媳妇那时候已经把那个甜品店找到零拿到手了嘛 然后呢,他跟他媳妇又记得咕咕说一堆为塞眼的意思 可能就是我已经拿了人机脖子,你给我20倍 我理解这意思啊 然后呢,他媳妇瞪着俩扭眼,你知道吧 就看着他 哎呦,这个 这个,说白了吧 我虽然没有直视他媳妇的那个眼睛 因为他媳妇的眼睛也不是直接瞪着我啊 就是我看过去,我的寒光啊 我就能都能杀人的那种 但是我也想,这不对啊 你要,这女的要不是不给这菲律宾这男的钱 这男的肯定不会给我钱 我不就赔了 那他退,你说我能,就吃着东西我再退回来 所以,况且我也想打破零,对不对 所以我也瞪着这女的 这女的正瞪着男的 大概这现象持续了10秒钟吧 这女的还是让了一步啊 给了这个男的20匹 然后呢,这男的呢,把那20匹给我了 我就收下了 然后,但是这个女的就瞪了我一眼 好像我教唆他老公必须要买这个鸡脖子是 哎呀,这一系列演绎完了以后啊 我真是感慨 其实啊,在菲律宾啊 真的很多男的结婚婚以后啊 真的是没有财权的 就是都是菲律宾这个女的掌权 掌这个钱,掌钱你知道吧 而且很多女的都是钱狠子 有的时候吧 反正是,我知道给自己花钱是挺痛快的 给那个老公花钱是 他点意思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之前也有一个司机 每次我给他小费啊 他都要把这个小费先在外面买酒花了 为什么呢 他说拿回家啊 他媳妇搜身 把他所有的钱都搜走 为什么呢 我问他 他说他媳妇啊 因为他不是天天在外边拉客人吗 怕他在外边啊 寻花温流 我说那你把钱都给你媳妇了 你媳妇给你攒着是吗 他说不是 他说他媳妇说了 怕我在外边寻花温流 所以他媳妇就得买化妆品 打扮的漂漂亮亮的 然后这样他就不在外边寻花温流了 然后我突然就问了他一句话 我说那你媳妇在家打扮的漂漂亮亮的是给你打 你天天在外边能给你看得见吗 我说是不是你们全村的男的都能看得见 自此以后啊 我这个司机就再也没来上过班 听说一直要在家看着媳妇这样了 所以啊这东西吧 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家庭的财物啊 处理好也是一个智慧 得了 其实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明天我们再继续扯淡飞机宾的事